2024年新年新希望 台股却开盘了两天重挫 两天 昨天跌了77点 今天还跌294点 但是我们的四星 不为大盘重挫 今天依旧是稳稳的守在相对的高点 还有 还有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法人核心持股 今天也是持续稳定 不断的向上跌高 那除了这两档之外 还有呢 我们上个星期 重新布局了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如果过去你有看我的节目 应该非常的熟悉 这是我去年的代表作之一 大家猜到了吗 这档股票今天直接大涨了7.5% 到底是哪一档 那行情持续的震荡 农历年前 到底要怎样买 才能赚钱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不论是好赌 找到好的买点 欧市标准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到操盘策略 让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操盘手 前台股又跌了294点 哇我发现我的实验真的好准哦 从上星期最后一天 我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再爆气球了 因为前上个星期啊 我每天爆个气球台股每天再创新高 我那时候我就说我来实验一下 会不会我不爆气球 台股就不创新高了 哎结果来真的哎 从上个星期最后一天 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开始 我就没有爆气球了 就昨天跌77点 今天 今天又跌了294点 所以 看来 你非死不可了 你不死台股就 没救了吗 好 那我昨天是说 如果 台股今天没涨 那我们今天连爆10个 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来爆10个好不好 大家好 好啦 先不要好了 饶他一命 毕竟他这么爱你 他这么爱你你先饶他一命吧 我们还是 我会仔细想想啊 会不会 其实我昨天啊 我想说 不要爆气球我们来爆米花 那爆米花昨天不是 撒了很多吗 撒了很多爆米花 结果 没用 那我想 一定是我昨天吃奶油口味的 我今天特别换口味 我来换一下 今天不要没有那么有 今天什么口味 嗯 甜的 甜的明天台股应该会很 很有很多很甜的价格可以让大家可以买 嗯 还是甜的 所以明天台股 应该有不错的甜甜价 那既然是甜甜价 那大家就懂我在讲什么吗 还就要我讲吗 你觉得会有甜甜价股价是便宜 还是贵 股价向上涨叫做贵 向下跌叫做便宜 也就是说我认为这几天 台股还会稍微震荡一下 还会有一些甜甜价让大家 逢低 进场 买好股票 那 所以呢 大家觉得 老师你要拿 气球 要拿爆米花 你是不是没梗啊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梗不是爆米花也不是气球 我们今天梗是这个啦 这是什么 网络 网红名人 网红名人 怎么都照不到 网红名人 网红名人 该的便 再睡5分钟 为什么今天用再睡5分钟 因为 我觉得 他的 他的标题蛮有趣的 你知道吗 我来念给大家听 哇你看 多用心啊 成功的人就是不一样 很注重detail detail知道吗 就是 细节啊 很注重细节 所以 我一直跟大家讲你不要 凭着感觉去操作股票 要多注重一点细节 不要只看技术面 基本面 还有什么 产业面 国际股市 你也要去看一下嘛 好 为什么特别 叫这档饮料 他说 生活像海一样的咸 饮料和你一样的甜 每天喝一杯 疗愈 疗愈啊 多一点 所以我知道 今天台股跌了 一度跌了300点 我知道大家 相当的痛苦 所以啊我今天啊希望给大家 哇 他很满喔 一插一下去爆到我的电脑 我电脑现在都死了 惨了惨了 会坏掉 等一下如果说啊 我录到一半 当机大家不要觉得有意外 好总之啊我希望啊 大家看我的节目啊 疗愈一下 今天台股下跌300点 没那么可怕 下跌啊 反而是给大家 好甜喔 反而是给大家 甜甜价可以进场 至于我为什么选这一档 好甜喔 真的太甜了 可见明天应该还会有甜甜价 那为什么选这个 饮料店 其实是他的名字 再睡五分钟 我认为啊台股大家不要那么悲观 再睡五分钟 台股他只会睡五分钟 我认为 五天 就五天台股震荡要五天 应该就差不多结束了 那大家就要把这五天的机会 好好的 找一档 不要好的股票 不要低的股票 不要乱去追高 然后呢 等待这一档修正完你低档布局之后 一搏向上 下部的赢家就是你 好 我们言归正传了 那我都觉得 好像看我的节目 多来打赛的 我们很专业的好不好 好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珍珠 不是很喜欢吃珍珠 因为 大部分珍珠都比较硬 但这家珍珠 还算 还算可以 不会太硬 不会太咬不断 我最讨厌那个咬不断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行情的部分 我从10月3号跟大家分享 我说 台股就是一个V型反转 这我已经讲过 恩 变了 好 那时候也许你不相信 然后就大涨 大涨1446点 大涨1446点之后 我说休息一下他还有第2波 第2波啊 我说 不会比第1波多 应该会打个折 打个折就1156点 打8折是1156点 那目标价呢 就是18289点 那结果呢 果然 大涨一波之后休息完之后 持续的向上 形态没有改变 多头 就不变 那今天呢 这两天我们看到 台股这两天啊 持续向下修整 又跌回去之前突破的点位 那个 第2波的形态 从这样子看来啊 是有一点被破坏掉了 但是至少 他还是维持在之前 拇指继续形态的上缘 就是17500点 那既然维持在17500点 我觉得 虽然说第2波的形态有稍微一点点 被破坏掉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台股要稍微休息 再睡5分钟 睡5分钟我认为就是5天啊 这5天休息一下 台股啊我认为就会震荡 再向上 创新高 那 当然啊 我跟大家分享过 投资股票你不要只看 技术面 你要看什么 我强调每天都在强调 一直不断的强调 我说什么看 这图我都看到无聊 很无聊 很 很腻啊 总计面基本面 技术面踩黑面 好所以 从大盘来看 技术面确实 有点丑 但是我们啊 来看一下其他的指标部分 美股 美股有下跌吗 道琼指数有大跌吗 道琼指数既然没有大跌 台股他就不会走空 既然不会走空 任何的向下修正 都是给大家进场机会买股票 我这样讲没错吧 好只看 美股 还不够 我们再看一下 布伦特原油 布伦特原油为什么看原油 因为最近股市为什么上涨 大家去仔细思考一下 为什么从11月3号 我跟大家讲这是多头 就是美国 联准会啊 油 音 转 歌 本来说啊升息升息就 开始就不升了 那准备要降息了 好他们为什么能降息 就是通膨受到控制了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有红海危机 大家觉得 油价应该要上涨啊 但是 原油价格有没有涨 没有耶 部长返跌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通膨会受到控制 通膨受到控制的话 联准会 就 卡到身处 联准会就不用再升息啦 联准会不用升息的话 我认为 就会 降息 为什么 因为明年要 不是明年啦 今年 今年年底要 美国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的话 经济不好 拜登还要选吗 不用选 对不对 那要怎样才会经济好 最简单一个方法 降息 降息经济他一定会给他好 好所以 通膨受到控制了 美国总统大选 不降才怪 那美国三月份 美国三月份就是今年三月份啊 降息的几率还是高达75% 那你说 不降吗 好 既然会降息 你说 股市会走空吗 不可能啦 所以任何的下跌 都是好的进场机会 不要被什么 外资给吓到 今天 老师外资卖了228亿 是不是没救了空单还超过2万口 没救了吗 不会啊 因为只要 通膨受到控制 美国会降息 他就是多头 不要怀疑 而且美股有大跌 美股都没有大跌 何必担心呢 而且大家看到盘面上有很多股票 好像 跌很凶 但是也有很多股票 在涨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所以呢 其实今天的下跌我早上 在我的那个盘前就 不是盘前 这是开盘前 因为今天早上有点事情 拖到开盘才写给大家 来 我说 就算是多头 也不是每天涨不停 因为前面有很多字啊 如果有兴趣就去看 那我通常会在下面做个结论 多头行情不是每天涨不停 一直向上冲 他也是会累的啊 所以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休息过后 终将会再创新高 我既然今天早上跟大家讲说要休息了 就代表什么 台股就会震荡向下修正了 那至于 我的那个 盘 就是我那个 开盘的一个撰报 也有跟大家写 主流类股的部分 长农阳明万海 航运类股 我认为建议大家 要适时的获利了结 那缺电的概念股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追 那 也是完全命中啊 那今天我对于航运类股 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那再来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撰报记得 加我的LINE 你加我的LINE之后我这边下面有个撰报你直接给他按下去 就会看到我今天写的撰报 那我撰报你看 布伦特原油 稻穷指数 都帮大家画的一清二楚 这边早上跟大家写的 只要按下去 你就能看到 好所以 还没叫我LINE的 赶快叫我LINE 我的LINE呢 直接打开相机 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INE官方账号了 或者是你想用 关键字搜寻 请打 小老鼠 GD1788 小老鼠 GD1788 记得 是要按新增好友 按新增好友 你才会看到 好那就讲了 大盘今天是 大跌了一度大跌了300点 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股票 表现得很强 大家想 比如说像四星 我们一直 常常不断 跟大家分享的 四星 四星你看一下昨天大涨 差不多5.19% 那今天台股大跌呢 他有大跌吗 他维持在相对的高点 根本就不跌 那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那么精准 我就持续的跟大家讲 我说 投资股票你可以 看技术面的话 你看什么 看KD指标就好了 KDD KDD KD很低的时候 股价没有跌破前低 就是不错的进场机会 所以我们看一下 四星的部分 KDD 第一次KD很低在这边 他这边股价没有跌破前低 第二次KD很低在这边 股价没有跌破前低 一样在这边 趋势向上 当然进场偏多 在第三次这边 有没有 KD又很低了 你说这附近不思维另外一个投资机会吗 有可能 但是 前两次的KDD 我们都进场 放到今天 全数都赚钱 你看一下 四星是不是 一路向上 那我们买的是不是 3,150 2,530 2700一路买啊 一路买在11月3号 台股V转的时候 我还说直接市价买进 为什么我们那么把握 因为我说啦 刚刚不是讲过好几次了 我说投资股票不能只看什么 技术面 对不对 基本面要不要看 基本面要给他看下去啊 好我们看一下 四星的基本面部分 每月一收是不是持续再创新高 美股营业也是持续再创历史的新高 是不是漂亮 好那你说 老师 拳王是 表现不错 对不起这不是拳王 是股王 股王是表现得不错 那拳王呢 拳王今天下跌了 台积电下跌不是又给大家机会进场了吗 他就持续震荡震荡在走高 他其实啊 在500块附近 应该是有一个蛮强力的指针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 底部 不断 向上跌高 今天稍微跌破一下 我认为大家可以观察台下 这两天 如果手稳这个趋势线 甚至是另外一个进场好机会 当然了既然台积电是这样 联发科当然是这样 为什么联发科今天联市 嘿 就是 快要除息了 有些人税很重 就必须要先卖掉股票 等到除完息之后再买回来 因为联发科是很多基金投信的基本持股 所以下跌 他们是为了弃息 最后 还是会 买回来的 好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在YouTube上面 直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们YouTube 如果还没加入的 赶快加入我的YouTube 我这边YouTube也有什么 这边 这个QR Code 是我的YouTube的官方 就是主页 你帮我看到我YouTube之后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我们 农历年前突破 2万人好不好 突破2万人 我们给 大家 其他的 奖项好不好 到时候再抽奖 好 抽什么 等下跟大家分享 好那现在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航运类股 航运类股其实在12月21号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谈 那时候大家都在追高 那时候追高追什么 长荣 扬名 万海 结果呢 现在 可能有赚钱 可能有配钱 但我那时候 跟大家建议的是什么 长荣行啊 我是比较建议长荣行为什么 一样又是KDD 你看KDD真的是超 超级好用 你学会KDD之后我认为你的胜率可以大幅提升至少 70%以上 剩下 30%你至少去看一下 基本面跟产业面还有国际股市吗 加上去你胜率就是100% 但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你至少 先学会KDD吧 KDD的部分来 这边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说 KDD指标出现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之后 他虽然跌破了前波的支撑线 跌破之后在三天之内拉回来他就是 假跌破 假跌破就是一个 好的进场机会 所以这边买进买进之后 这两天 持续不断的向上 创高 创高之后今天稍微震荡一下 那又如何 还是维持在 前波的高点 33块 直上 这 不就还是多头吗 所以 今天 尤其是今天 台股大跌300点 长寒维持在相对的高点 你说他还不强吗 那长荣呢 我觉得长荣 说真的 我这几天一直建议大家 不要去追高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短打的话 确实啊 坦白说 以现在技术现行来看 他KDD指标出现黄金交叉 那这一次出现黄金交叉你回顾一下 这一波下修的低点 只有到这边 140 他下修就是一咪咪 上涨就 很多 那这代表什么 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也就说呢 如果你想操作短线甚至是当冲 我觉得也许长荣 是一个你可以思考的 标的 那记得 是短线 如果你没有办法 及时的停损 真的不要做这一档股票 那其实 当冲跟短线 不是我那么喜欢的操作 我还是比较喜欢什么 领先市场 提前布局 买在低点 你才能赢在高点 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黄黄 你看这我们选的够低吧 很低 震荡很久 打底很久 终于冲上去之后 这两个红棒我们都不追高 我们不追高之后我们开牌开牌之后他就穿糊 那这两天下跌那又如何 我们还在成本附近 好再来绿绿也是一样啊 绿绿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开牌之后他叫做神达 我们买在哪里 我们买在这边相对的低点 放到今天 也都是赚钱 你看连续跌了 几根 连续跌两根 黑棒 一根红棒 我们成本在这边 照样是赚钱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买在低点 你才能赢在高点 那你搭配黑滴滴 你就可以买在低点 比如说 前一阵子啊 有很多人 在问我 立志这一档股票 立志立志 我告诉大家 真的要立志向前 立志向前 我们看 其实在第一波啊 我们也是一样 立志的部分 这笔打不开 立志的部分 来我们第一波在这边 KD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KD很低 这边KD出现黄金交叉 这边有没有 底部一波比一波向上 墊高 所以我带很多会员啊 是买在这 买在这 买在这 这两个点位买进之后呢 连三红涨起来 连三红涨起来 照我的个性 我这边追不追 不追 我这边追不追 不追 我这边追不追 不追 就搭转了嘛 搭转之后他一下跌那么多 跌那么多 我想 他后续啊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所以他在跌下去的时候 我再找新的进场机会 结果呢跌下去就很多那个 粉丝朋友啊 他就跟单啊 就买在这边相对的高点 然后一直问我 有吧好像在 YouTube下面 也有粉丝朋友留言吧 好朋友留言 那留言就一直问我就说 你看KD 你看KD 你总不能 总不能叫我跟你讲说啊你 先不要进场 等到 适当时间点我再叫你进场 毕竟会员还是有会员的权益嘛 我们必须要先照顾会员 所以我只有 给他一个简单的提示 我说 看KD 看KD 好 结果呢 一路往下跌 KD果然到了最低点 KD到 最低点之后这边 又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下影线 那这里 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机会搭配KD指标 又黄金交叉 那这边不就新的买点吗 那这边买这边买 这边又买是不是重压布局 重压布局之后 一路向上 那到今天是不是全部都赚钱了 全部都赚钱了 你又说 老师今天只有涨几% 0.9% 今天涨0.9%老师好弱 不要忘记了各位好朋友 今天台股 今天台股一度大跌超过300点 整个最后收盘还是跌了294点 今天他还能维持在相对的高点 持续立志向上 你还不觉得他强势吗 但他长起来了 我们就不追高啊 对不对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 你要买在低一点 你才能赢在高点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 N31啊 N31你看我哪一次 逃避过了 大跌跳空跌 我有没有逃避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的成本就是低 因为我们有绝对成本优势 我买在1000元以下 即使跌下来 他还是多少 看一下那天跌最深 980 成本附近而已 成本附近我就是抱得住 抱得住的话 又可以找新的买点 你看N31的部分 这边是不是又KDD了 哇这边KDD超级低 超级低 当时的股价在哪里 当时的股价在这边 那你对应一下 前破的低点 KDD嘛 KDD很低了 当时的股价没有跌破 前低 一样啊 是不是就进场机位了 为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讲过 KDD它背后 隐藏的意义是什么 是形态 是形态 你看一下这两个低点 连起来的话 这不就是一个WD吗 所以这边又是一个新的进场机会 进场之后你看 我们之前低点一路进场 这边进场 进场进场 然后涨起来 虽然跌下去好像 哦 本来大赚变成没怎么赚 但是我加码之后再继续向上 大赚又更赚 赚更多 百万人家怎么来的 你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继续收红 你看我们的成本 945 11月7号 10月23号 960 有没有 是不是买在千元之下 赚在 千元之上 10月28号 960 12月8号 960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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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到 买买买买买买买 买到你全部重压 买到你 都没钱 买到你没钱全部压下去 这样子才会有大赚的感觉啊 这不是感觉啊 這樣才會大賺啊 好不好 那為什麼我們那麼有把握 營收持續的向上 美股營業持續向上 你看會員 會員就是賺百萬嘛 會員就賺百萬 四張你說呢 再加上四星你說有沒有百萬 絕對有嘛 所以百萬贏家就達成了 那你看 我們有多少的 團隊成員 就是四星N31為贏 達成百萬贏家了 你看 對不對有很多啊 這也是嘛 這也是嘛 好所以呢 百萬贏家計劃真的不是夢 我剛推出這個專案的時候 很多其他老師會員都跑過來 老師你說真的嗎 怎麼可能有人賺百萬 我就是有辦法 一個一個的實現 而且你會發現 不要說我幫你實現 2023年 是豐收的一年 平均每位股民都賺 百萬 所以這真的不是夢 賺百萬 真的不是夢 只是看你有沒有心嘛 我就說嘛 你操作啊 要多一點細節 人家賣飲料 都這麼多細節 想這麼多 你操作股票 難道就是單純的 買賣買賣買賣 就會賺錢嗎 投資股票真的那麼簡單 那每一個人都厚啞了嘛 好所以 我們那時候啊 聖誕節有做一個封關 就是民調嘛 我那時候做封關民調我說 答對了 抽10名 我免費 讓你參與我的 解套計劃 一週 解套計劃就一週 就一週 你看 那時候 昨天還跟他講這些 好朋友沒有零 我要準備給其他人 好不好 那如果說呢你沒抽到也沒關係 我們也有什麼 參加獎 就是送7折的優惠 好 來 我所謂的解套計劃 就是幫你的資金 充分有效運用 直接幫你先解套 後賺100萬 好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 跟著我們一起 解套計劃的10個朋友裡頭有5個 今天都賺錢 好那 因為為什麼只有5個朋友 因為還有另外5個 剛剛不是就講嗎 沒來臨 沒來臨 那我也沒辦法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其中 其中第一個來 這一個 恭喜你參加我們民調企劃中的免費 解套計劃一週 然後這個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馬賽克 這個馬賽克今天表現得不錯 就是 請你進場買進了 好啦請你進場買進 那這一檔股票是哪一檔 今天你看這是昨天 昨天跟大家講這個馬賽克 這一檔 今天馬賽克這一檔股票 喔 漲7.5% 今天台股大跌了 一度大跌了300點 這檔股票竟然還漲了7.5% 這檔股票到底是哪檔 到底是哪檔那麼強 你應該猜到了吧 金利科 就是金利科 直接大漲7.5% 來我們看一下金利科的部分 是不是 你要驗證我們的結晶 我有沒有跟他講 金利科 這個參與我們 不是百萬人家 解套計劃的好朋友 解套計劃一週的好朋友 有沒有拿到這一檔 金利 怎麼那麼快 不是說好有動畫嗎 好 有拿到金利科吧 有沒有看到 金利科 我就只跟他一檔 我沒有在跟你 好多檔啊 你要好多檔去找別人 我就這個跟他講金利科就是金利科 來今天 今天金利科是不是大漲 大漲7.5% 是不是突破前高 有沒有較勁 有沒有讓我們的會員較勁 我們的會員 當然是領先布局啦 來上個星期12月28號 金利科276塊 記住不要超過買價277.5 較勁 有沒有較勁 就是較勁 上個星期幾啊 28號應該是上星期四 來上個星期四我們看一下那時候價格是在哪裡 這邊是星期二 這邊是星期一 這邊是星期五 這邊是星期四 好來我們看一下 星期四買進之後 賺錢 隔一天掙一下 今天 大賺 賺錢 賺錢 大賺 有沒有漂亮 就是帶著我們的會員 進場之後 根本就沒有擔心今天台股大跌多少 300點 那金利科 是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嗎 也不是啊 對不對 那你會說金利科今天 漲7.5% 老師 沒有漲頂板還要搶 各位 各位好朋友啊 今天台股 今天台股是大跌 大跌大跌了什麼300點 你說還不強 來 那跟大家分享 怎麼用 其實 說真的啦 也很簡單 金利科真的也不是我第一天跟大家分享 金利科我一直在關注雜 我們前一波賺多少點 等一下我就跟大家分享 你看 這一波 跌下來 KD很低了 KD很低股價是不是在這邊 KDD股價 有沒有跌破前低 KD很低了 股價有沒有跌破前低 沒有跌破 W底成型 這邊不就是一個很好的進場機會 買進之後 就賺錢 又是KDD 每天都是KDD 好有沒有較勁 自己看吧 較勁啊 有沒有 28號 金利科有沒有漂亮 比起大盤 這是 今天的金利科 漲7.5% 今天的大盤 跌 從頭到尾是跌 今天的金利科 你今天有了金利科 你還會在乎 大盤今天的下跌嗎 一樣啊 什麼之前 你看一下我們之前我說過啦 金利科不是我們第一天叫的 我在11月2號的時候就叫進了金利科 那個時候才多少錢 那個時候才120塊 我相信啦 一直有看我們的 節目的朋友 一定有看過我超過這一檔金利科 堪稱去年最強的股票 金利科 我們在這邊買進 漲停 漲停 創新高 然後持續不斷的 一直漲不停 你看 持續漲 我一張不賣 一張都沒賣 為什麼我能帶貨員大賺百萬 你就知道一個老師的技巧強在哪裡 不是隨隨便便的人都能帶你賺百萬 因為我們能重壓我們能堅持 所以你看他一路向上漲的過程當中 我全部都報勞了 最多 大賺了131% 大賺131%之後他就開始震盪 震盪之後什麼 就開始 獲利嘛 來看一下 那時候剛開始起漲的時候 賺漲停 我說什麼 互必報勞勞 再來 賺兩根漲停 我照樣叫你報勞勞 賺兩根喔 賺兩根 我還請我的會員照樣報勞勞 再來呢 整個獲利110%之後 我跟我的會員寫了什麼 從起漲開始 我們一張不賣 從起漲開始 我們一張都不賣 我如果有賣 我如果有賣一張 我還敢這樣子跟我的會員講 一張都不賣嗎 你看一張都不賣 整個波段 獲利超過100% 高達110% 恭喜會員我們達成翻倍賺 既然是翻倍賺你說 有沒有 達成獲利100萬 絕對是有啊 絕對是有啊 你看 我們達成獲利100萬 先獲利了結一半 有沒有 獲利了結一半 這邊才開始獲利了結囉 然後呢到 12月5號 12月5號 全數獲利了結 大賺120% 全數獲利了結 那我們在今天呢 你看一下 應該不是今天 我們 上個星期 你看上個星期有沒有 上個星期12月28號 我有再次進場 看的是什麼 就是KD指標啊 你看我們有沒有送給我們 拿到解套 拿到解套 計劃的好朋友 這個 不是我們會員 他只是抽獎抽到的解套計劃 你看一下 這張股票 是不是就金利科 是啊 好再來呢 抽獎抽到解套計劃的還有什麼 這個 另外一個 這邊是另外一個 抽獎抽到解套計劃 你看我跟他講什麼 恭喜參加我們民調 的活動 得到 免費的解套計劃 一周 這個 馬賽克 今天不錯 可以留意喔 這個馬賽克 不是金利科 這個馬賽克 他叫做NIO NIO今天台股大跌了 300點 差不多快300點 你看一下 這是 昨天收盤價 今天還是維持在高點 也就說這檔NIO今天還是照樣上漲的 你說他強不強 就是強啊 為什麼我這麼看好他 因為你看一下他的美股盈餘持續的再創新高 那這檔NIO 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想跟大家太過癮嗎 直接叫我LINE我直接送給你好不好 好嗎 好嗎 好 好嗎我聽到你的心聲了來 老師 我明明在電視機前 為什麼這樣子你都聽到我的心聲 好我直接送給你 這檔股票 究竟是哪一檔 我們LINE最近 訂閱數真的 真的 上升得很緩慢喔 很多人都已經2萬了 你說這樣子我怎麼會有面子 所以 想要知道這檔NIO的 趕快 幫我加LINE 加入我的LINE AT官方帳號 加入LINE AT官方帳號之後 記得 幫我Youtube 訂閱 還有截圖 回覆我 NIO 截圖 傳給我回覆我NIO就好了 好那 講說這邊已經很多人很羨慕 上次得到解套計劃的好朋友 沒關係 我們現在還有新的 新的民調 你也可以一起來參與 我們這份民調只做到 星期四 也就是明天 晚上 12點 來 你只要 因為我真的非常好奇 真的大部分的人 真的有賺 百萬嗎 所以如果你有賺百萬 歡迎你跟我們分享 如果你沒有賺百萬 也歡迎你跟我們分享 好不好 讓我來幫你 說不定你可以抽到解套計劃 農曆年前你就賺百萬 好如果你不知道我們的 Line at 跟我們的YouTuber 我們Line at跟YouTuber都在這邊 Line的部分直接打開手機相機 看這個就有了喔 那 關鍵自身方式 你也可以搜尋小廚 GD1788 YouTuber 記得 真的 別人都2萬 3萬 5萬 10萬 我們呢 還卡在1萬7 幫我加油一下 加進去 訂閱按讚 好不好 還是你需要撒花 好 你幫我加我就幫你 撒花喔 明天台股 保佑台股 明天大賺 好不好 明天大漲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抱起來了嗎 爆開了 明天台股說不定就 真的 爆開 好 來 再來 你加我們Line呢 還有什麼好處 你看一下 我們之前有送大家什麼 AIPC概念股 那AIPC概念股的部分 其中華碩是不是大漲了53% 大漲53%之後11月29號上個星期我就提醒大家一定要賣他 我進去賣掉 對不對 我不算唱衰他吧 我不算唱衰我們從底部進場 53% 賣掉 我是不是在逢高跟你分享就算你當衝我想你也沒什麼背錢 今天 是不是真的下跌這兩天真的下跌 那 我們最新內有什麼 12月的核心持股 這12月份的核心持股其中有一檔 到今天 還是不斷的 向上 創高你看這檔股票 夠低了吧 打底夠成功了吧 又低又打底完成這檔股票 難道不值得你進場嗎 我們已經有送我們的 什麼 抽到 那個解套計劃的 好朋友 進場這檔股票 當然呢 如果你也想要趕快把握這一波 逢低進場 這檔股票 直接加我們的LINE 參加我們的 百萬贏家計劃 因為 這一波啊 我們已經幫好多 投資的 會員 好朋友 得到了 百萬贏家的稱號 對吧 我們很多的 團隊成員都得到百萬的 這個贏家得到百萬的啊 對不對 你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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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了吧 對不對 一直都有會員達成 百萬贏家的目標 所以如果說你去年沒有達成平均百萬的目標 歡迎你 從今年開始 跟我們一起達到 百萬贏家 就從現在開始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無論是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的買點 歐斯表股 我是何吉鼎 超過20年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擦盤策略 幫你培養財經 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